还有一个梦,就是同修他梦到,他看到一条金色的龙很大很大,就飞过来,然后同修他就很快的就拿起手机要拍着那条龙,可是他说那条龙是很大很大,拍上去只是拍到龙的头一部分而已,然后那个龙就在他面前停了一下就飞走,然后同修就一直追一直跑,追着那条龙, 就追到前面看到,好像就像是一个海边,就看到龙就停在一个,好像一个八角亭,然后就上面就有两个人从龙的背后走下来,然后他就转过去就看到师父,然后就跟师父说,他手上就抱着一个女儿,他的女儿现实生活是已经二十岁,但是抱在手上是大概是五六岁这样子,他就跟师父讲了很多话,但是他忘记他自己讲什么话, 他只是听到师父说,你的女儿还有没有念经啊,他说一年没有念了,然后师父就说好,就叫那个同修就跟他走,同修就跟师父走,师父就走到好像有一个课室,然后前面还有三间课室,师父是走另外一个课室,同修就走另外一间课室,然后进到那一个课室呢, 就有还有一位课室,就是东方台的课室,就时常跟在师父身边的,他就拿了一本书,上面写着ABG,他就跟同修说,这本书你拿回去给你的女儿读,这样梦就醒了,师父什么意思,他就加持了呀,师父给他加持了呀,没什么大问题, 那金龙是师父的龙吗,天上的龙吗,我一直有条龙的 有啊,有的,一直有,金的 哦,他说龙好大好大哦,师父,应该是师父跟那位师姐就是坐在龙,站在龙的背上,是这样子看到你,师父跟那个师姐这样走下来,从龙的背上走下来 对对对对,那条龙摸上去的,摸上去看上去那个菱角好像很硬,摸上去都是软的,而且是有体温的,这个龙都是发热的,哦,他说龙好大好大一条金色的龙,又飞得很快,嗯,好吧,嗯,好了,好了,好了,嗯,好了,没了,嗯,感恩师父啊,师父再见,好,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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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拜拜,拜拜,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